你的第一个分享 然后呢 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那个叫Yans 然后我们这个英文名字 是自己取的了 然后呢我们是 OK放到这里 然后呢我们公司是战口网络 然后呢是一家游戏研发 以研发为主的游戏公司吧 当然我们也会发行一部分 我们自己研发的游戏 那我们主要base在深圳和武汉 然后我们之前呢 研发的游戏 大概有三个类型的IO游戏 我们做的第一款游戏就是IO游戏 然后后面呢 我们还在继续研发 IDOL的产品和音乐节奏的产品 然后下面这个链接 是我们公司的官网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呢今天 我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在去年年初 上线的一款音乐节奏游戏 叫Beat Blade 那个游戏在去年的 夏天吧 表现还挺好的 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整个研发的一些心得和过程吧 因为我们我们还是一家以研发为核心的公司 所以都给人家讲讲研发的东西 那第一个是关于Beat Blade 我不知道有多少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玩过 或者了解这款产品 那个如果知道这个产品的 请在那个聊天里面扣2 不知道的扣1 我们看一下看看 哦太好了还有人扣2 好的好的好的了解 那应该还是大概一半一半左右吧 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Beat Blade 有一半突然知道我还是很欣慰的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Beat Blade 然后呢 OK 这里有一段视频 看大家能不能看得见 这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一段视频 这个是我们在国内做测试的时候 找到应该他们做的一段视频 OK 大概有一分钟 大家稍微慢一下 这就大概是来逗我的吧 OK 他说制作单位是来逗我的嘛 好 那这个是 这段视频是我们在 去年在国内测试的时候 邀请的B加尼R主做的一段视频 然后 大概这个视频能够演示一下 我们游戏的主要的玩法 大家能知道 是一款音乐节奏类的跑酷游戏 OK 我简单说一下游戏 在去年国内的表现吧 我们是去年1月份上线了 然后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 在去海外 在 全海外大概 13个国家吧 下载榜第一 然后 基本上是去年Q3 按照SenseHour或者是APPI的数据 去年Q3应该是中国出海 所有厂商游戏下载量第一的产品 OK 好 那 那这个是一个大概的表现 让大家了解一下 那我们还是回到说游戏研发 那我们是怎么样 想到要做这个项目 以及是怎么样研发这个项目的 那做一个游戏呢 那第一个要考虑问题就是立项的问题 或者说立项再细分一点 为什么要选品的问题 那为什么要做音乐节奏游戏 老实说 那国内做音乐节奏游戏的团队不是很多 有一些但并不是很多 然后做的好的可能更少一点 我们在国内的一些就是开发者之音的交流的时候 包括很多尝试 去年比较很多转型 尝试去做出海的团队交流的时候 跟大家聊过音乐节奏游戏 大家当时的第一个反应都是 我们不考虑做音游 那他们当时的原因是会觉得音游好像有门槛 就是可能跟一般的休闲或者是超休闲相比 感觉是有些门槛 或者说是有一些专业领域的知识 所以呢很多人都没有选择 那我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做音乐节奏游戏呢 总结一下呢 就是很多人的天好 这个可能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结论好像有点那个 有点迷一但老实说事实情况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当时我们的制作人其实 就比较喜欢音乐 然后也特别爱玩音乐节奏游戏 所以而且年轻的时候也不知道年轻的时候 上学的时候其实自己也尝试过 制作过一些音乐节奏游戏的原型 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说那我们就去做音乐节奏游戏吧 那那个选择类型了那听证到了立项要去做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学的 我们总结了一下呢大概是分三步骤 第一步制作我们去选择类型 我们还是希望选择有门槛 就像跟我们刚才业内交流的其他的朋友的想 思路不太一样 大家觉得比较有门槛的东西 他们可能一开始不打算去尝试 那我们的想法是反过来了 我觉得有门槛的东西我们应该先去试一试 因为当我们越过这个门槛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能力越过这个门槛 可能做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面会更容易去抓住用户 竞争也许没有那么激烈 又或者体验能够做的跟市场产品做出来差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创新空间 我们去选择一个品类 觉得说OK 老实说不太存在着 说某一个类型的产品身上没有的 那一定都是大家同类产品都有的 那我们还是会想看看就是这个类型里面 存不存在着说我们去做一个产品 还是有一点点能够比别人做得更好的 或者说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点 仍然是对玩家来说是更好的点 一定需要有一点创新空间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产品 我们做立项的第二步考虑点 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 分三步种叫尝试完善创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还是回到英游来说吧 实际上Beat Blade并不是我们开发的第一款英游 我们在做Beat Blade之前 其实已经开发了两款英游 那所以Beat Blade是我们做第三款 那基本上我们做第一款的时候 就是引了这个似乎第一款的英游是尝试 我们试试看我们能不能够去做英游 音乐游戏的一些专业里面的知识 我们这些门槛我们都卖过去 OK那第一款产品我们做出来了 卖过去了还不错 那么接下来做第二款 第二款我们能不能在已经掌握的 这个类型游戏的制作基础上去完善这个产品 完成这个产品去看一看 去向那个这个行业内最好的产品 或者最好的类型的产品去 去对齐能不能做到他们那个水平 第二步 我们也试完了第二款产品之后 也做到了 那做到第三步就是好 那我们已经知道 已经接近了行业 已经现有的产品的最好的水平 那我们能不能再计算做点创新 和改进能够做出 比这个行业上现有产品 还要再好些的产品 基本上这样 这是我们人想的三步 所以其实并不是说一步到尾说 运气很好 就想出来做了一款比较好 表现还不错的产品 OK好那给大家讲讲看我们 一共我们做哪一款音乐节奏游戏 我们做第一款音乐节奏游戏 叫做节奏抖魂 不知道有哪 如果有知道的那个同学 请在聊天里面 故意 我再放一下这个简短的演示视频吧 节奏抖魂是我们研发的第一款音乐节奏游戏 然后他应该是在19年的8月份的时候 获得了微信当月的微信创意小游戏 那这个也是我们尝试做的第一款 OK好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做的第二款 第一款产品其实是我们去试一试 我们能不能做 获得成绩 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应该还是可以做的 而且从渠道和市场的认可来看 我们应该是卖过了 大家认为音乐游戏有的一些 音乐节奏游戏有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门槛的知识 那我们看看我们做的第二款 第二款叫全民打鼓 也是一款主要在抖音平台上发行的 凌晨一点的男生寝室 哎呀今天又哪个皮肤好难 我靠老大你怎么没有那么多皮肤 还有这么多钻石 你是不是客金了 这游戏有bug你不知道吗 我只说一遍听好了 首先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鼓才能触发这个隐藏 吧接下来多跟手指一起翘鼓 因为每个鼓都是独立指寸 所以他可以同时触发节奏理包 我靠这么多理包得点到什么时候 点到你手抽筋 理包里面不仅有钻石 还有各种各样的收益buff 至于这个钻石怎么样 就不需要我 哎别废话 快来帮我一起点 啊 抖音 OK 大家这段视频是我们在抖音上面 也是找的一些网络达人 做的一款宣传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是 其实他并没有讲游戏的核心玩法 那也是为我们第二款产品 是使用了一个经典的四key 四key下落音符的玩法 那我们在四key下落音符玩基础上 去增加了一些 那个时候感觉还挺热的 合成的玩法 想试试看在音乐游戏 加上一些 呃 修 加上一些放置游戏的元素看怎么样 那这款游戏的表现也挺不错的 在抖音上面的 呃 话题的视频播放量应该也有 接近十亿的播放量 然后接下来第三款就是我们做的 beat blade OK 好的那 来下一话题讲到玩法创新 那我们是那接下来我们做beat blade的时候 是如何去尝试 呃 或者怎么样去做玩法创新的 呃 我们当时也看了一下 市场上的头部的音乐产品 基本上是 其实都已经有好几年的历史了 但第一个好消息是说 音乐节奏游戏是一个 产品生命周期还是偏长的 修行游戏品类 不会是说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 这个游戏生命游戏就结束了 生命周期很长 那另外一个好消息是说 我们如果去看视频上 其实已经有很长的时间 都没有新的玩法 主流的新的玩法的音乐节奏游戏 诞生在这个市场上 上一款表火的应该还是 emunauts的 Tileshawk 后来国内的那个 抖音自己也做了一款音乐球球 就是那个玩法的游戏 那是上一个在这个市场上 比较火的一个新的玩法的 音乐节奏游戏 看完这些我们觉得说 OK 也许市场上应该需要一个 新的玩法的音乐游戏 因为好几年都没有新东西了 然后呢 第二个是我们玩过 玩了市场上所有的 这些休闲的音乐游戏 音乐节奏游戏吧 老实说我们都觉得他的 手感和游戏感 其实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那为什么我会认为他们 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呢 这其实是基于我们对音乐游戏 和节奏游戏的区别和理解 那这个我后面会讲 OK 好这里就引出了一个话题 我刚才一直在说音乐游戏 节奏游戏 实际上音乐游戏和节奏游戏 是两种不同的子类型的游戏 我们认为是两种不同子类型的游戏 虽然很多时候他们很接近 或者混在一起聊 但实际上他们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在游戏的玩法的机制上面 其实是有区别的 OK 这里给大家看两张点张的示意图 就是上面一张图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张波形图 它是一个 怎么说呢 根据音乐 如果大家看打开一些音乐文件 通过一些音乐编辑软件 打开音乐的声音文件 会看到一些波形图 那就类似于上面这张图 那这些波形的变化代表着旋律的变化 那我们下面一张图 可以说它是方波 就是它的波形是矩形的 01,01,01 类似于这种东西 那这种波形其实上 实际上它就是更类似 更经常用来表现节奏 好 那其实我们用这两张图 能够对比看到音乐跟节奏的区别 那什么意思呢 音乐是连续变化的频率 那节奏是间隔变化的频率 那所以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那回到了游戏来说 实际上音乐游戏是 它的就是玩家和游戏交互的本质 是说玩家和游戏 跟玩家和游戏交互 是伴随着音乐旋律的变化 来和游戏交互 那到了节奏游戏之上呢 是玩家跟着音乐的节奏的点 来产生交互 那一个是连续变化的曲线 一个是间隔变化的曲线 那这个是我们理解音乐游戏 音乐和节奏的区别 同样的音乐游戏跟音和节奏游戏的区别 也应该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但是我们如果去看 现在的主流的音游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哦对不是叫音游 比如叫节奏大师 我们说节奏大师 节奏大师倒是一款音乐游戏 还是一款节奏游戏 实际上它更类似于一款节奏游戏 我们理解它更类似于一款节奏游戏 虽然节奏大师有很多流行的音乐 但实际上玩家的交互操作 是以节奏操作为主 就是屏幕上下落节奏方块 玩家只需要根据节奏点 来做怎么说间谍 或者说零一式的交互 然后呢音游呢 有一部分音游呢 连续有一部分音游呢 会需要玩家在屏幕上 去做一些连续的交互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它玩家需要在屏幕 有一些关卡或者普遍的设计 需要玩家在屏幕上按住一个点 然后呢手指在屏幕上滑动 画一个圈或者画一个 画一个胡子类的 这种叫连续的交互方式 那这个连续的交互方式 实际上如果能够伴随着音乐旋律的变化 那其实上就是一个 音游连续变化的交互方式 OK OK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去看市场上的音乐游戏 或者节奏游戏 第一个大多数的所谓的音游 实际上都是 节奏游戏 并不是真正的音乐游戏 虽然他们使用了很重的音乐元素 但他们玩家对于游戏的交互和操作 其实只是节奏性操作 并没有旋律性操作 那第二个呢 对于一部分 有连续变化 交互操作的游戏 那它的问题 我们观察它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 那些游戏其实仍然是以节奏性操作为主 它只是在游戏里面 增加了一些连续性操作 第二个呢 它整个关卡设计 实际上它的连续性操作 其实并没有根据音乐旋律的变化来做这样的交互 就像刚才说的一个例子 就是当玩家在手上的屏幕 或在屏幕上滑动的时候 大多数的滑动 其实只是为了增加难度 或者增加操作的酷炫度 其实它的操作并没有跟旋律的变化产生一个很好的结合 那为什么 为什么跟旋律变化结合很重要呢 这其实是因为我们去分析和设计音乐节奏游戏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关于音乐节奏的心流 但大家都听到大家应该如果做研判图 应该知道就是到玩家产生性的时候就会觉得 同度非常高然后忘记了自己会玩这个游戏 进入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实际上音乐节奏游戏的心流产生的主要途径 就是到玩家的操作 结合跟旋律或者说节奏的变化 达到同步的时候 大脑就会分泌 这个时候玩家就会进入到心流的操作 实际上这个是音乐节奏游戏 心流产生的一个最主要的形式 但是我们去看事实上 大多数的音乐节奏游戏 其实在这点做的都不太好 就拿Tell's Hope的例子吧 就是Tell's Hope Tell's Hope是Aminos Aminos应该是在18年还是17年 不具体哪年我忘了 应该有个一两年时间 至少活起来的一款音乐节奏游戏吧 然后呢 或者叫音乐球球也可以 球玩家左右移动 把手指放在屏幕上左右移动 然后球在屏幕上跳跃 然后呢 他做到了球的每一次弱点 打到一个节奏点上 但这个节奏点其实是基于音乐本身的 BPM的 但实际上它并不见得是游戏 就是音乐本身的 Hit Point 就是节奏真正的有意义的节奏点 然后这样子产生了一个游戏 实际上玩那个游戏 我们的体会是说玩家能够去欣赏音乐 然后关卡设计能够有一些左右移动 来带来一些挑战 但实际上在玩这个过程中 产生心流 其实就是我说的 我们在这里提到的是说 旋律跟节奏变化和玩家操作的同步 其实是很 在这个游戏里面几乎很少会有体现到 OK 那这个是我们理解说音乐节奏游戏 要做好的一个关键点 大多数游戏其实都没做好 OK 那这样就回到了说 那找到了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把这点好就可以了 那首先回到说 回到说BitBlade的交互方式 大家如果玩过BitBlade的话 会知道BitBlade的交互方式跟 它的交互方式是这样的 一只手指按住屏幕 然后控制跑酷 会在屏幕上左右滑动 控制 控制小人在屏幕上左右移动 然后屏幕上会掉落很多 就是从上往下掉落很多方块和障碍物 玩家通过移动来躲避 躲避障碍物来击中方块 然后呢 我们其实通过了这一个交互 同时实现了 音乐旋律的变化和节奏点的变化 跟玩家的操作的契合 什么意思呢 就当玩家控制的角色击中了方块的时候 每个方块的击中点会打在一个音乐 这个音乐关卡的节奏点上 这个节奏点上不仅仅只是BPM的节奏点 而是对于音乐本这个歌曲本身有意义的节奏点 比如有的时候是旋律 有的时候是贝斯 有的时候是背景的乐器 有的时候是人声 不同的点 那第二个就是 手指在屏幕上的左右移动 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连续变化的交互方式 然后呢 这个连续变化交流方式 如果我们因为是跑酷嘛 当屏幕往下移的时候 左右移动场就会形成一条曲线 这个曲线实际上你可以把他认为是一张波形图 那我们会让玩家的移动的这个波形和音乐旋律的波形 在一些部分达到契合 这样子就能够让玩家产生 我们前说的旋律和操作的同步 这样就能玩家比较容易产生心流 所以回到音乐关卡的设计 回到游戏的关卡设计 实际上核心就是围绕着 如何让对关卡设计产生玩家的心流 那基本上就三点 第一个说 首先得识别一款一个歌曲的BPM BPM就是游戏本身 这不是游戏 音乐本身的节奏快慢 每秒钟多少个拍子 那第二个是节奏点的设计 节奏点的设计刚才我提到 是说有的时候是乐器 乐器有分 比如说旋律乐器 或者说是节奏乐器 那有的时候可能是人声 OK 人声有的分数是主唱 有的时候是和声 然后接下来三个是心流点的设计 怎么样让节奏点和旋律点 磨合 那在我们这款游戏里面 实际上能同速到三点结合 旋律 就玩家的操作跟节奏点 跟旋律三则都能够同步 所以会产生比较好的心流体 但好的心流体会产生 对一个游戏的表现 会产生什么数据呢 后面也会给大家提到 好 那回到音乐游戏关卡设计 那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 也不是说新的了 一个更好的交互和关卡设计的方式 那我们也总结了一下 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设计关卡 那体验到底好不好 或者说怎么样能设计好 除了刚才那几个设计点以外呢 其实也有一些小心的 就比如说金流体验的上限 决定于 其实是由歌曲决定的 如果这个取得好 那这个关卡做出来 玩家会玩得很爽 如果取得不好 再牛逼的关卡设计师 做出来的关卡 可能也很难让玩家 进入到比较舒适的状态 反过来 当这个体验的下限 其实是取决于 关卡设计的水平 如果设计师的水平不好 那其实很好的一首歌 做出来那个体验也很差 对 我们就不提同行的关卡了 然后第三个是说 不同的音乐类型 实体会有差别 比如说我们 根据我们做了一些 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类型的 不同类型的音乐 比如说J-pop K-pop 欧美的流行音乐 电音 还有rap 过程各样不同的音乐 其实我们发现 音乐本身其实也有结构 不同的音乐 歌曲本身其实是有自己的设计结构的 然后有些歌曲 它天然的结构就比较适合 设计成为关卡 让玩家产生心流 举个例子比如电音 电音结构大概这样子 比如intro 然后intro完了之后 应该是 先是intro 然后是code 然后是buildup 然后是bridge 然后是use chorus 然后是outro 其实它的整个结构 就像我们游戏 我们给游戏 如果大家如果了解游戏设计的话 游戏设计其实要基于一个风中体验 什么意思就是 风值 玩家玩完了一个游戏之后 他能记住的是游戏体验的风值 就是最爽的那个时刻和终止 游戏结束的时候的那个体验 好的游戏体验应该是 让游戏的风值体验和游戏终结束的体验 是尽量结合在一起的 就是游戏结束的时候是最爽的 那有些比如像电影 实际上它本身电音的设计结构 就跟这个风中体验的曲线 其实是很接近的 所以电影做关卡就是做出来很好玩 然后 有些音乐就可能就不太合适 这个例子比如说交响乐 基本上就不上到这个套路来的 你很难交响乐设计出来一个 用户很好的新楼梯 但也不是所有交响乐不行 大概是这样 OK 那接下来AI辅助设计关卡 那可能是我们自己设计关卡的一些心得了 老实来说 据我所了解呢 应该是在全球 如果是专注做应游的公司 应该都有了这样的技术 就是通过机器学习AI的方式来辅助设计关卡 比如说 Amnodes 越南那家公司 他们应该是一直在用AI来设计关卡 然后国内的 除了我们油爱 国内应该也有几家做应游的公司 比如广州的益游吧 上海的广州益游 他们不太清楚他们有没有 但是我相信应该是也有或者类似的东西 AI辅助关卡呢 我们也有AI辅助关卡设计 基本上就是用AI的方 用AI来做这么几个点的辅助 比如说BPM的实现 这个其实不需要AI 网上有很多程序就能实现 那第二个节奏点 所以节奏点是有意义 对关卡和玩家提醒有意义的节奏点 那这个其实是可以通过AI来识别和辅助设计的 那第一个就是旋律变化 就是AI可以辅助来 辅助关卡设计师来识别和设计旋律变化的曲线 OK那这个就这样 我带你什么问题后面提问吧 然后大概前面其实我们讲的主要是在游戏的设计部分 那我们再讲讲我们的游戏的整个研发的流程吧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研发流程 老实说我们公司做游戏的速度不快 或者说比较慢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流程其实比较长也比较复杂 我们花了蛮多时间在打磨细节上面 我们大概的流程可能是这样子 其实我感觉可能跟类似于一款做PC游戏的流程 就是首先我们会去研究底层玩法 底层玩法其实主要就是指玩家跟设备的交互 比如说是一个手指移动还是两个手指移动 是点击还是戳动还是滑动 这些东西 然后做出一个圆形来 然后做测试 做出一个圆形来 然后测试 然后第二步呢 当我们把交互方式确定了 找到了一绝对一个靠调的交互方式 接下来再看说这种交互方式 我是不是可以设计出很好的关卡来 所以第二部分是做关卡设计 关卡设计做好了 这两步做好了 基本上就能验证说这个玩法 这个玩法应该是能够达到我们 有比较大的可能达到我们的预期的设计目标 比如说既好玩也有创新那个设计目标 那第三步就是开始做游戏感的设计 游戏感其实主要是 比如拿我们做的beat blade的举例 游戏感主要设计是 光影效果打击感这些东西 大家如果玩了beat blade 应该会觉得打击感还行 还做的不错 应该算是同类产品 你做的比较好的一个 但是也是因为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去设计游戏的打击感的细节 大家仔细去看 其实里面有还蛮多的细节的元素 来表现打击感的 最近我就不讲了 然后下一步是中程玩法 中程玩法其实对于beat blade 这个音乐解决下来说 其实没有什么 中程玩法就是一局 跑完就结束了 对于复杂一点的游戏 其实会有一些中程玩法 中程玩法在我们这里 或者说以巫毒的说法 应该叫做局外循环 局中循环局外循环 这样子 然后这些东西都摸清楚了 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清楚 我的一个完整的游戏体验 关卡是什么样子 接下来我们就做切片 切片的意思是说 之前的所有东西 可能都是原型 没有美术 那接下来我们就找美术 一起来做一个完整的关卡 把我们想要的 比如美术表现 世界观 交互体验 打击感 所有东西 我们做出来 只做一个完整的关卡 那这就是一个 所以我们意思说的切片 把这个做完了 基本上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游戏最后 最终成品的一个关卡 是什么样子 后面我们如果 这个东西 我们会拿去做测试 如果也觉得 最后测试的表现 也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接下来我们就会去 开始制作内容 然后做完的内容 之后接下来 最后去制作metagame metagame就是商业 边线的外部循环 这就是我们大概的 一个研发流程 流程比较多 所以速度也会比较慢 好的 然后呢 我们一般 下来呢 因为我们流程比较慢 所以呢 我们也许 也需要去做很多测试 要不然你怎么确定说 在你的过程中 你做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把测试归位置三连 国内大多数的 超确认游戏 一般都会是说 早点做完上线 然后做测试 实际上 因为我们流程比较长 所以我们会在上线测试之前 还多两个测试 而且测试还挺频繁的 第一个叫办公室测试 这个我相信 所有的同学都 所有的公司和团队 应该都有能力做 比如说有一个团队 我们工程不多 但也有好几个团队 比如有一个团队 团队A做出来一个圆形 接下来 做会的时候 就给公司其他团队的同事 一起来做测试 测试完了之后 收集大家的 收集大家的反复问题 做个填分文卷 回去分析结果 看看大家设计目标 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过了 接下来会做高校测试 我们在深圳 就会跑到深圳大学去 找深圳大学生去做测试 然后也是这样 做一个类似于 教练访谈小组的形式 给他们玩 然后问问题 然后填文卷 然后回来分析结果 这样子 如果这几个都过了 那可能最后上线节目 就会做常规的 上线的流程测试 大概是这样 好 先讲讲我们的研发过程吧 就是B-Blade 实际上我们 我们整个玩法 暂所阶段 就是早期做交互测试的阶段 其实大概花了六个月时间 平共用了六个月时间 我们去试了很多 不同的交互方式的玩法 有的可能跟现在的 B-Blade 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比如我们试过 类似于乒乓球的 这样的交互玩法 当然最近有人做了这款 类似这个玩法产品 已经上线了 还有 右边那张图 是一些跑酷的玩法 但是跟我们现在 其实也不太一样 OK 然后再来给大家 简单讲一下 我们发行商的一些情况 我们差不多 发行商选择 就是音乐节奏游戏 老实说在国内 不没有特别好的 或者特别专业的发行商 我们当时也接触过一些发行商 后来 后来 大家看到我们产品之后 觉得这个好像 也太确定能不能发行 所以之后 我们就没人愿意接 所以我们就自己发行 OK 然后呢 我们差不多 2019年11月份的 一官demo上线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切片上线 然后到了1月份 上线之后 我们看到用户反馈 确定说表现还挺不错的 所以到了1月份 开始做内容 到1月份1.0版上线 然后接下来就是疫情来了 然后疫情 疫情来之后呢 就在家里 大家就在家工作 然后我们自己发行嘛 就是soft launch 然后当时的滞留是60% 基本这个数据 谁发应该都能火 好 所以回到刚才我们说的 我官卡的新流体验 做得好 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 最直接效果实际上就是 游戏的次流会比较好 然后我们上线之后呢 再来一个问题 就是2月份上线 我们1月份正式版上线 2月份山寨的产品 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到 有很多同类产品 就来盖入看右边这张图 不仔细讲 大家不定能找到 哪一款是我们的产品 OK 然后因为是我们自己发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经验啊 就如何去跟 同类型的或者山寨的产品 去竞争 这个其实我们确实经验不够啊 不过也没有关系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 OK好 那接下来这样 然后Beat Blade到现在 差不多已经也有一年 一年多的时间 1月份上线 到现在也超过一年时间了 然后呢 这个产品其实我们来继续运营 现在的日活表现也挺好的 还有几十万的日活 然后 其实对我们接下来的挑战是说 怎么样让这款音乐节奏产品 能够长期运营 音乐节奏游戏本身 其实是可以呈现运营的 我们看头部的游戏 基本上都做了好几年时间 所以我们选择长线 我们想到的长线运营的挑战是这样的 第一个是我们怎么样 能把游戏声明周期给图查 第二个是说 我怎么样能够让游戏的商业化 商业 就是怎么说呢 啊不只能提高 商业化的价值能进一步提高 这个是我们现在 继续运营 Bitplay这个产品 面临的问题 我们想找到解决方案的点吧 OK 然后最后一页总结 这个应该是我们自己的经验 首先给大家参考 就是中小团队吧 做游戏其实会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困难 外部环境的问题 团队的问题 资金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选择路还是以创新为主的路 那创新其实也有很多方向了 比如说美术创新 就是花很多钱去把美术做漂亮一点点 或者说对美术内容 又或者说去做一个别人没有尝试过的美术的表现效果 但那可能是偏技术一点 就可能是在题材上面做创新 有抓成员的 也有做科苏鲁的 也有做蒸汽崩溃的 对吧 各种各样的创新 但也有在玩法上去创新 OK 不管怎么样呢 大家我们的经验时钟 可能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向去选择创新 这可能绝对中小团队来说 可能长期来看是机会变大了方式 OK 最后就是做好玩的游戏应该总是有机会的 虽然我们的经验 我们经验是研发周期很慢 就是一款游戏大概做了9个月 然后上到这第一版1.0版本上 差不多花了9个月时间 但是做好的产品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好吧 我的主要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感谢Yens 首先感谢Yens 然后大家看有没有 就是听下来以后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特别是这个游戏研发和立项角度 因为其实刚才Yens有提到那个 当时那个节奏斗魂 对吧 我记得那个当时也去深圳嘛 然后那个就当时拍那个玻璃屏 对吧 就当时有一关拍那个玻璃屏 就我印象还蛮深刻的 对 好那现在有一个同学有一个问题啊 就说呃 他问的是斗魂广告变现是用广告吗 或者Yens 那你 是的 斗魂是一款小游戏 我们做的前两款音乐节奏游戏都是小游戏 然后我们当时那是19年的时候 1918年 19年年初到年底的时候 然后我们当时选择主要的平台是 头条抖音平台 并不是选择微信的平台 然后那个抖音那个时候头条抖音的小游戏 刚刚才开始做 就是他们刚刚开始来尝试做小游戏 然后我们当时就做了两款音乐游戏 其实也是以 头条抖音为主 那变现也就是以广告变现为主 产品差不多做完之后 我们才上了微信的平台 然后提交了微信小游戏 创业小线申请 大家是这样 都会没有去投海外 不同国家的小节奏小游戏研发会有区别吗 会有什么 那个问题不好意思我看不见 对 这有一个你说 不同国家的节奏的就节奏类型的产品的话 在研发角度会有什么区别吗 OK 如果是纯节奏的话 其实没有区别 全世界人的节奏感是差不多的 不过呢 有区别是音乐 以我们的经验来说 不同的国家 其实对音乐的选择是有偏好的 虽然你是节奏游戏 但是你仍然需要音乐 对吧 如果你选择的是 比如说流行音乐 那其实就会有文化受众的问题 比如说 Beat Blade是以欧美音乐为主的产品 那当我们去日本测试的时候 就效果就很差 因为日本是一个很本领化的市场 他们就喜欢要日本的音乐 欧美音乐不感冒 但欧美的音乐呢 受众面可以 比如说覆盖 覆盖北美 欧洲的一些国家 然后拉面那边也很多人喜欢 所以实际上音乐是有本领化的 对我们那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啊 再回答一个问题 然后就是 刚才那个连连这边 就是音乐会遇到版权问题吗 或者音乐对流存的影响有多大 我把这两个合并了一下 就音乐吧 就因为节奏类产品 就音乐这件事 真的还是蛮重要的 对看艳斯这边怎么办 对对对好的 好的 那个首先音乐会遇到版权问题吗 会的音乐是要版权的 然后呢 在海外做音乐也需要版权 然后解决版权问题很简单 就是去买 国外的音乐 其实我们在国内和国外都和音乐版权方都接触过 简单来说就国内超贵 国外相对来说其实便宜很多 大概一首歌一首歌大概几千美金一年 这是国外的价格 国内的歌一首歌 一百万两百万有 十万八万的也有 反正就是随便喊价格的 所以你在国外去做的话 你还是需要去购买版权的 然后热门的音乐会是那个价格 不热门的音乐也有贯同音乐 就是一百美金一年 然后几千首歌你自己选 所以挑音乐还是靠 就是还得靠大家自己去选择了 然后音乐对流程的影响 音乐对流程的影响有 但不会很大 可能就一两个点 一两三个点 实际上音乐主要的影响是说 怎么说呢 可能会对货客有影响 就是因为当玩家看到你产品的时候 会看到你的广告 你的广告里面会需要使用一些音乐 如果这个音乐是他不感兴趣的话 你的货客成本可能会高一点 但是对流程的影响其实不大 但玩家真的去玩的时候 其实玩的是你的关卡设计好不好 哦不好意思我说错了 关卡好不好呢 其实也具有取决于音乐 有的音乐可能就是很难设计出很好的关卡来 所以还是有影响的 不好意思 对还是一个相当于音乐性和游戏性 需要这个结合起来 对吧 才能把这个节奏 节奏这样才能做好 对 是的 好好好 那那个鉴于时间的关系 然后这边就感谢Yens的分享 没有 对 的